我是基加尔的市民 我刚刚已经打过电话了 然后我有一些信息和一些数据需要补充 所以我可以再给您报备一下吧 可以 新光市场听的是不是 对 我是新光农贸市场的 然后是这样的 我是一名记者 我在外地工作 你先听我说 咱们等着微监委平台给您回电话 直接跟他们说就行 大概什么时候会给我回电话呢 这个我们已经给您派单了 您看看明天 那要不然这样吧 如果我在 我觉得不晚 就现在是凌晨三点四点 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晚 因为这一夜在菜市场 我们热线是24小时的 是我们是24小时的 但是我们给走我们热线的流程 正让给咱们派单了 已经派走了 我现在可以再跟您继续通话吗 我可以继续反映情况吗 你可以 你可以说 好 那我现在提出要求 第一 你记录就可以了 第二 转达 好吧 就是我说什么 你只要帮我转达就可以 其实你说 好 我是南昌广播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然后我的母亲 在 七七哈尔的新光农贸市场 做批发 跟她一样的 还有300家的经营者 现在在这个市场当中 有3000吨的蔬菜 无法售卖 这是我们刚刚统计好的数字 我们欢迎政府呢 可以到现场去核实 我们市场里没有病例 我刚刚转达错了 我们市场里没有病例 但是我们市场是因为 有一个阳性的病例 从此经过 也就是有行动的 有这个活动轨迹在里面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市场被关掉了 我们大门被上了锁 所以我现在很质疑的一点是 国家刚刚有一个 20条的防疫政策 它上面提到了几个字 科学和精准 那我想问七七哈尔市 政府的一些领导 科学性体现在哪里 精准性体现在哪里 你知道七七哈尔 现在已经是零下十几度了 在市场里住的这些人 冷不冷 他们的菜要烂掉了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人性又在哪里啊 只有人告诉他们 关上大门不能卖 但是有没有人告诉他们 什么时候可以售卖 等待的期限到底是什么 能不能告诉别人 我现在不担心的是 菜市场的这三千顿蔬菜 我担心的是在高速公路上 继续往菜市场运输的 这些蔬菜 在路上还有几千顿蔬菜 在不停地在向这个城市运输 如果明天到了 就像你刚刚说的 现在不晚 对于我们来说 每一分钟都非常的漫长 这一夜我们要熬过去 我相信领导也别睡了 大家都别睡 因为我不踏实 明天早上菜市场的 大门打开了之后 路上的这些车到了 菜到了 放哪啊 同样烂掉吗 这是菜农辛辛苦苦重的呀 我觉得因为现在是疫情特殊期间 在七七哈尔这个城市里 一定是有 某户人家是缺菜的状态 所以我们看不下去 这么多蔬菜烂掉的 第二点 我们从小从七七哈尔长大 所以我们不喜欢在网上看到 七七哈尔的负面新闻 我们不希望七七哈尔政府 一方面要防疫 一方面还要面对网上的舆情 要去处理舆情 我们不忍心政府这样做 但是我们更希望政府 是带着脑袋去做事的 就是不要天冷 也含了这些百姓的心 如果现在我的蔬菜是阳性 我心甘情愿的让它烂掉 如果我人 你给我做了核酸之后 我是阳性 那我不会再打你市长的热线 不会再骚扰你 不会让你的接线员不耐烦的说 我已经反应了 我不会的 因为我要配合这个城市的执政者 来科学防疫 对不对 但是没有 我们做了核酸 我们防疫了 我们没有是阳性 只是有人从此经过 为什么就要一刀切呢 如果我现在再另一点的说 我家里这50吨蔬菜 就是眼睁睁的烂在这里 我明天能不能去找市政府赔偿 你能不能赔给我 可不可以 你不是帮我转达吗 你把这句话转达给书记 这是一个市民问他的话 一个记者问他的话 也是蔡农问他的话 我希望现在就帮我转达 今天晚上 我随时可以接听电话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 我们接听不到政府的回复 明天早上大门没有打开 那我们就处理舆情吧 好吗 我说的就是这些 您帮我转达 谢谢 好 我给你记下来 好的 谢谢 不客气啊 谢谢 谢谢大家